大家好,上一课我们一起了解了以往函数的使用 这一课我们一起来了解Done是不过创建元素或者是删除元素的 好,下面我们开始 JavaScript中Done创建元素 首先我们要来了解这个Done是什么东西 Done其实就是我们的文档对象模型 也就是我们的Document对象 那在我们的实际项目中 我们经常要用到JavaScript来删除一些HTML元素 或者创建一些HTML元素 例如经常我们看到一些列表 我们点一下删除按钮整行它会消失 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通过我们的Document对象 将这个整行这个HTML元素进行删除了 有时候点新增按钮会弹出来一个一个加载的图片 其实这就是我通过我们的Done创建的这个图片对象加载到某个地方展示 让我们看到目前正在其他材 好,这是一些非常实用的一些 好,在我们的实际项目中 它应用的非常广泛 下面我们就来看它是如何创建一个新的HTML元素的 首先如果我们要创建一个新的HTML元素 也就是相当于我们向HTMLDocument添加一个新元素 那我们首先必须创建这个元素 也就是创建该元素 然后我们找到我们想要添加的一个已经存在的一个元素 找一个已经存在的元素 通过 然后去追加 追加我们的新元素 例如,例如我现在有一个DV 好,加入我的ID为E DV1吧 然后我现在有两个段落 好,第一个ID为P 然后我这里写一个第一段 然后让我用第二个段落 它ID为2 好,我写第二段 好,这是我们的现有的HTML元素 那现在我要来创建一个段落 那我怎么操作呢 好,我们开网站吧 首先我定一个 创建这个新元素的这么一个变量 叫做 Document.createElement 然后我定的是一个P标签 然后我里面没有内容 那我要创建一个文本顿向 叫做createTextNode 这是新文本 好,那我现在创建了一些新的这个元素 我必须要把这个新元素给添加到上面的元素里面去 好,首先我把我新创建的这个文本对象添加到这个创建的P标签里面 好,我通过Partment.append 然后我就把这个node的对象追加进来了 那我现在把它追加到这个div里面 那首先我获取这个div getElementById 然后我现在获取div1这个元素 然后我通过这个元素append的方法 也就是将它追加进来 好,这样 这个div代码就相当于我在这个div里面添加了一个类似的元素 就是这是新文本 我就实现了这么一个功能 就相当于首先我建立的这个文本对象 追加到一个p标签里面 然后获取这个div这个元素 然后追加到这个div元素里面的 好,这就是它的效果 如果我们需要向html大客们添加新元素 我们必须首先创建该元素或者元素节点 然后向一个已存在的元素追加元素 这就是我们创建新的hml元素 这就是我们创建新的hml元素的一个重点 好,下面我们看如何删除一个eo的hml元素 类似我们在添加的时候 首先创建该元素 然后找到一个已经存在的元素来追加 那我们创建新的hml元素 我们首先必须获取该元素的负元素 好,例如我们还是这个hml代码 那我现在 然后我们定一个删除元素的代码 例如我还是先获取这个div1的这个div的这个元素 然后我再获取一个子元素p标签 假如我获取这个id为p1的这个标签 然后我看它怎么删除 好,我们是通过这个复兴元素的这个remove tile的 然后将它的子元素进行删除 这个hml文档还有拥有两个子节点 也就是两个p元素的这个div元素 然后我们首先找到这个id为div1的这个元素 也就是最外面的这个div 然后我们再找到id为p1的这个p元素 也就是这个第36行 好,我从负元素中删除此元素 也就是remove child 将这个第36行给删除 但是如果能够在不引用负元素的情况下 删除某个元素 这就太好了 因为我们每次都必须要找到这个负金元素 也是比较麻烦 不过很遗憾 我们需要这个document 需要清楚您需要删除的元素 以及它的负元素 所以我们先找到负金元素 再删除此元素 这是我们的常用的解决方案 好,下面我们看一下代码 好,我把代码复入过来 首先我们看如何创建一个新元素 好,我首先先把jalsgroup代码住点 因为我们要看到它创建的这个过程 好 好 看,我们看我们的圆码 看 我们只有一个第二位元素里面包含两个 好 好,我们的位置有问题 我们把它移到外面 第一段,第二段 那现在我们把我们的jalsgroup打开 这个时候它应该会创建一个这次新闻本 好 好,我们执行 看 这就是通过我们的jals 代码 创建的这个 新的元素 好,我们通过审查元素看一下 看 这是已经 本来 本来我们只有第一段 第二段 好,现在我们通过 现在我们通过Jals代码创建了这个新闻本 这个P标签 注意加到这个DIV里面来了 好,我们看圆码 好,我们看圆码里面 看,我们的圆码里面是并不包含这个 这次新闻本这么一个P标签的 好,这里也介绍一个技巧 当我们在 debug一个网页或者调试一个网页的时候 有可能会看到这里 含有某个文本标签 也就是我们的某个HTML元素 但是 实际上有可能 你看到的这个元素是通过我们的 Jals Grip 将它追加进来的 或者是插入进来的 所以 如果我们看原来的这个文本到底有那些元素 我们可以右键查看网页元代码 这种方式 我们看到的就是刚开始打开这个网址 它输出的元素 然后如果不在这里面的元素 肯定都是通过后期的脚本代码 操作进来的 好 这是我们通过 Jals Group来添加新的HTML元素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删除元素的这个实力代码 好 我们同样 把这一段 拿过来 好 我们先把上面的注调 好 我们先把上面的注调 刷新 看 上面的这个代码我们创建了这是新文本这个段落 好 但是下面的代码我们将 第一段 给这个P表现可以删除了 你看 我们这里 已经 看不到ID为P的这个P元素了 好 我们看圆码 圆码里面 它是存在的 这就是我们的实力效果 好 这一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一课我们继续 我們先把 Schwartz码 也放进去 e 我们先把他们的结果 我们先把我们继续